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新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被老天庇佑的女人,往往有这几种特征,过得又好又有福分。 什么样的女人最有福气?有人说,看她的面相就知道了,通常是脸型圆润,下巴丰满,鼻子高挺,人重身长,眉清目秀的,大概率都是有福的面相。 虽然说相有心生,面相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,但是现在科技发达,美容手段层出不穷,化妆效果已假乱真,简直看得你眼花缭乱,所以一个女人有没有福气?不能光看浅薄的外表,还得看更深层次,更内在的东西。 生活中,如果遇到有这几个特点的女人,不用怀疑,她就是那最有福气的女人,勤俭持家的女人。 俗话说成有勤俭败游奢,一个能勤俭持家的女人,绝对是个宝,不管是家父家庭,都能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,该花的钱绝对不吝啬,该省的钱绝对不浪费。 生活中的柴米油盐,大事小情,其实都离不开勤俭二字,能够勤俭持家的女人,一般三观都很正,既能吃得苦中苦,共患难,也能想得同富贵,不娇奢,尤其现代社会物质极大丰富。 人们的欲望无穷尽,很多人都是虚荣过度,今天喜欢一个包包,明天看上一件衣裳,白天羡慕别人的房子车子,晚上就嫌弃你的工资工作。 所以,勤俭持家在这个时代弥足珍贵,哪怕是穷日子也会越过越好,好日子则会越过越长,因此,勤俭持家的女人既能内服,更会欺负,遇到一定要好好珍惜。 孝敬父母的女人,俗话说家和万事兴,懂得孝顺父母的女人,就是整个家庭和睦、幸福的源泉。 婆媳关系为什么难处,单单是两代人生活方式。 感情立场的原因嘛,一个心中有父母的人,一个懂得孝道的人,为人做事都是十分有纷纷的,他会很独立,上进,懂得礼仪廉耻,在经营家庭方面会比较津津有条。 他知道自己父母的不义,所以能体谅公婆,他知道儿女的责任,所以更会相父教子。 正所谓百善孝为先,一个孝敬父母的女人,心地一般都很好,心地好,就是福田厚,福知心灵的好事就多。 相反,心中没有父母的人,往往缺少敬畏之心,行事无所顾忌。 这样的人,不仅夫妻少,更会不断败光夫妻。 所以,不孝敬父母的女人,一定要远离有教养的女人,老话讲爱出者爱反,福王者福来。 一个有教养的女人,必定是身具福云之人。 教养是一个人心性,为人处事的综合体现,跟有教养的人打交道,会有如沐春风之感。 在生活中,你会发现,有教养的人,往往会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。 待人宽厚,低调随和,能够将心比心,不咄咄逼人。 与人为善,处事平和,能够设身处地,不自我中心。 女人有教养,那么家教就不会错,家风自然也不会差。 有这样女人的家庭,至少能负责三代。 相反,如果没教养,就有可能到处碰壁,惹祸。 哪怕鸡毛蒜皮的一件事,也可能捅出天大的篓子。 没教养的人,做人做事,容易出现很多纰漏,所以,经常是服位置或先来。 这样的人哪来的福气呢? 知足常乐的女人。 俗话说,人心不足舍吞向。 现代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是拜金女郎,仗着有几分姿色,便觉得能草鸡变凤凰,通过攀高枝,嫁个好丈夫,满足自己锦衣玉食的梦想。 殊不知,没有坚实的感情基础,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,往往不是幸福,而是灾难,移入豪门身死海。 有可能是人老朱黄被嫌弃,也有可能是地位低下不受待见,用青春美色换来的物质追求。 最终可能惨淡收场,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,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还要代价而沽,不知足,福气就少。 相反,知足常乐的女人比较踏实,不好高无远,爱慕虚荣,能得几分收获就享受几分的快乐。 这样的女人反而容易感受到幸福,也能给家人带来福气和欢乐。 哲学家书本华说,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,任何依靠外界的幸福都会干涸。 无论在任何年龄阶段,一个人的自身拥有,都是真正的和唯一持久的幸福源泉。 幸福的来源出自于自足自安,一个人只有自足才能幸福。 知足之人,虽卧地上,尤为安乐,不知足者,虽属天堂,以不称义,所为福气, 不过是知足常乐,懂得珍惜眼前的幸福。 爱自己的女人,爱自己,是一种能力。 懂得爱自己的女人,不管与谁相处,从不让自己活得卑微。 我有个朋友,日子过得特别让人羡慕,她有一份不错的工作,有不错的收入。 她很爱自己,自己喜欢什么,就会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。 除了工作,她始终保持着对生活,对自我的关照,学烹饪,画画,游泳, 也会潜水,跳伞,玩一些比较刺激的项目,交朋友。 谈恋爱,进修学习,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得脱脱荡荡。 她每天都能哈哈大笑,活得无拘无束,活得潇洒自在。 爱自己的女人,总是会忠于自我的内在,然后热情地活着。 天欲中邪道,不管什么时候,都做一个不凑合,不打折,不便宜,不糟糕的好姑娘。 不管生活有多糟糕,爱自己的女人,会好好照顾自己,善待自己,从不会让自己过得太委屈,也不会让别人伤害她。 越懂得爱自己的女人,越懂得让自己活得开心,快乐,想得开的女人,凡是能想开,看看。 从不强求的女人,活得轻松,电视剧《知否》中的名男,嫁给顾廷叶,并没有想过,对方会对她有多少真心。 她早就给自己做足了打算,若婚姻不如意,就带上自己的嫁妆,远离是非。 一个人去游山满水,让自己活得开心,若固定业爱她,或她,那么就琴瑟和鸣,共度此生,能想得开的女人,不会钻扭脚尖。 为自己选择的道路,也会更好走一些。 人生路上,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,遇到难处。 那些过得不好的女人,大多就是太爱较真,想不开,放不下,真正过得好的女人。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考验,都能接纳,能看看,不为难自己,用心去生活,万事会给自己筹谋,多为自己想一些,若是得不到,就放下,若是得到,就好好珍惜,想得开的女人。 人生中遇到任何事情,都有化解的能力,不会自暴自弃,更不会去伤害自己,总是能在普通的日子里,看到希望,看到未来,物随心转,竟由心造。 爱笑的女人,运气总不会太差,有句话是这样说的,世界的模样,取决于你凝视她的目光,生活的模样,取决于你看待她的心态。 在生活中,乐观的女人,习惯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考验,她们不喜欢抱怨,也不会把自己困在悲伤的情绪中,就好像口渴的时候。 桌上只有半杯水,在别人眼里,是种遗憾,只有半杯水,根本不够解渴呀。 可在她们眼里,却可以变成,真好,竟然还有半杯水。 有时候,她们的乐天派会被质疑太傻气,可她们却笑呵呵地回答,傻人有傻福吗? 花田伴母里说,生命中,我们都接到不同的剧本,有的平淡,有的浓烈,有的是肖,有的是累,不管怎样,我总要演好,直直落幕。 生活其实就是一面镜子,你微笑着去看她,她就会回忆你欢愉,人生总不能事事顺心,不如一知事没有八九,也有二三。 既然事实已经无法改变,唯一能改变的,就是看待事物的心态,心态对了,路就会越走越顺,幸福也会长半左右。 不生气的女人,保持情绪稳定的女人,生活也会很稳定,那些有福气,又过得好的女人,大多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,不会随意生气,罗伯。 怀德说,任何时候,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,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,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。 不起不早,保持开朗乐观的好心情,生活中许多难处,也会化险为夷,过得好的女人,情绪稳定,遇到突如其来的意外,遭人欺负,或是盲守冤屈,懂得压制情绪,会把所有精力用在滋酒上,他们懂得发脾气,生气是最无用的事情,会微笑着解决所有麻烦。 越是不生气的女人,生活越不会为难她,同时,因为她情绪稳定,身边的朋友也多,机遇大低也会很好。 独立的女人,越是独立的女人,越好命。真正过得好的女人,不会一味地依赖别人,而是懂得保持独立。 不攀附,不依赖,哪怕是个柔弱女子,也会靠自己的力量,为自己闯出一片天下。 张爱玲说,所有的女人,总有栖息之地,不是他人,没有自己,过得好的女人,经济很独立,不依靠任何人,独立自主,什么事情都靠自己去做。 独立的女人,宁可累一点,苦一点,路也要自己一步一步去走,不像卢温似的花朵那般,只能在保护照里才能活下去。 活得独立的女人,大多内心强大,自己也很优秀,在前行的路上,能经受风吹雨打,奥利于世,有思想,有境界,有目标,还能为自己想要的生活,不断去奋斗。 这样女人会活得足够精彩,享受生活,善待自己。 有人问过一个问题,在样材称得上是好好爱自己。 有个回答是这样说的,对自己不要太苛刻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,但凡事都要有底线,不轻易为别人改变自己,也不要委屈了自己,每天都开心快乐一点,就是好好爱自己。 是的,女人的好福气,就是坚定地做自己,守住内心的真善美。 作家严格林,在知天命的年龄,仍旧一副少女的身形,气质极佳,女人味十足,与她交往二十多年的闺蜜陈冲层阶段。 严格林是个舍得花钱的女人,从没见过她不化妆的样子,严格林却说,你要是爱丈夫,就不能吃得走行,不能肌肉松懈,不能脸容憔悴,这是爱的纪律。 我虽然日子过得比较糙,但写作让我的生命状态积极而磅礴,所以我会显得比同龄人年轻一些。 身以为然,一个热爱生活的人,一定有颗热爱生活的心,即使在糟糕的境遇,也会脾气太来。 婚姻使得很多女人的世界,除了丈夫和孩子,就只剩柴米油盐和冬暖夏凉了,可往往越是这样全身心付出的女人, 越是增加了不被珍惜的概率,感情里可以付出,甚至可以多一点给予,但最怕的,就是一头闯进婚姻的围城,弄丢了自己。 某明星曾在采访中聊到婚姻观,他说,关于婚姻,我不会抱过高的期待,我的底线是在婚姻内能始终保持自我。 无论哪个年龄段,女人都不应该为家庭而忽视了自己,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的身上。 精神上穷养自己的女人,只会自带贫瘠的气场,而懂得善待自己的女人,福气才会越来越旺,女人要好命。 首先要学会爱自己,没有从天而降的好运,所有的福气皆由自己积攒,心善之人,吃亏上当只是一时,总有一天,上天会把欠你的,一补及你,希望你努力去做自己喜欢和有趣的事情,认真经营生活,练习善待自己,愿你不畏将来,不念过往,秉持心气,无畏远方,成为真正的有福之人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,全部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